新闻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曾鴻怡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为你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新郎官 江中博先生 第二位是洪仲秋的 舅舅 洪舅舅来到我们的现场 还有一位是新闻媒体工作者 钟年晃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是洪慈怯大姐 OK 欢迎洪大姐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这个回顾2013年的公民觉醒 年晃去年2013年 真的是有很多跟过去 所谓的政党的活动不一样的 没错 首先我要讲一下 去年虽然最后选出的年度 代表是叫做假 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 去年的年度代表是应该是洪 因为我们去年其实一整年的 我们所关注的事情 包括你刚刚提到公民运动的觉醒 其实都跟洪家有关 第一个洪就是广大新28号的这个案子 然后再来就是洪仲秋的案子 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来回顾说2013年 可是你知道吗 你刚刚讲跟洪家都有关系 但是我们在往2014年走的时候 你有没有替洪家人想过 两个洪家人一个失去长辈 一个失去了一个晚辈 对不对 而且生命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回头的 失去就是永远的失去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或者这个失去里面 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这是我们可以回顾的 对不对 实际这个去年 爸爸当然过世了 对 不过老实讲大家也看到 我当时就很称赞 说你头脑那么清晰 口才那么 那么犀利 条理很分明 条理分明 老实讲这个去年如果不是 叫你洪大姐实在是不对 因为占你便宜的 好小妹 好小妹 如果不是你这样 这么有条理的看事情 口才这么好 那么这么有勇气 我觉得爸爸的这个 或者是国家的尊严 他不一定能追得回来 那我觉得好巧 你当时接受访问 你穿的衣服就是 我不要穿一个有品牌的衣服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品牌 OK 那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然都很意外 你都挺身而出 当时家里面有分配工作吗 没有刻意分配工作 那时候只是想说 因为我爸爸的 因为我们是土战不是火战 所以我们小琉球的习俗 还算蛮多的 那一些习俗 我妹妹会比较小的 因为她住小琉球 所以几乎我爸爸的 上上事情都是妹妹在处理 那对外的发言是 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 有讨论过 有发言 那要做决定是 就是大家讨论完才会做决定 这样子 是 那妈妈曾经因为你的发言 会担心吗 会 她会说 政府有在处理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讲什么 得罪那么多人 人家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对你们怎么样 对 因为其实妈妈年纪也60多岁 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其实她会有这种想法 会害怕 对 会怕 你会有40岁 你会有40岁 有 我想要问你会有30岁 没有那么年轻 四十几岁了 对 她第一时间讲那个话 其实是很多人的感触 因为你说你一直想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卑微 对不对 难道我们没有缴税金吗 在这个领土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尤其身为一个渔民的子女 对不对 因为这绝对不是单一事件 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走去那些 就被打开 对 因为其实给我这么大的感触 是因为当初我接到妹妹的电话 因为我妹妹去打卫星电话 回家里求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有跟我已经讲 知道爸爸中枪伤了 可是我们不知道伤到什么程度 那时候只想说受枪伤 应该是蛮严重的 应该要赶快去救她 如果要用渔船来回 就是应该会延误病情这样的 那时候就到处去求救 就说可不可以派直升机去 先把我爸爸载回来 可是你就到处碰壁 就跟你问一些很 不是种田 问你船上在哪个位置 我就已经 都已经跟你回报说在什么位置了 那还问你说船上有多少人 叫什么名字 什么样 我说我们是偷渡出海的吗 你从哪个港口出去 你安检所所有的资料都有 那个我也不会 我们人还是会回来嘛 这些资料就算我们也可以补给你 你当下你需要去问我这些资料吗 你是应该去调度说看要怎么出去 当时候他说直升机飞不到 飞不到说只能用那个巡防舰出去 巡防舰又在澎湖 不知道在干什么 也没有办法马上出去 你知道当下我们那种心情是觉得 好像你到处去求救我们 我还去打电话拜托很多民意代表 看能不能帮我们的忙 那时候真的给我的感觉说 我们为什么活在台湾这个领土上 为什么这么卑微 我们出事情谁来救我们啊 好像有什么死兵没有一瓦 对 你当下在到处碰屁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是我真的让我觉得说 我是活在什么国家啊 嗯 问题是我们把这些资料保护衣 不然要跟我们牌 对 我是说 当下你给我们那种态度 我就觉得说 你好像把我们的人命当自命啊 你们洪爸爸当时出事的地点 离高雄大概多远 要差一天 看起来那个距离 差不多两三百公里 直升机应该可以飞得到啊 他是说可以飞到 但是油料没有办法飞回来 太远了 距离太远了 好 那这个 去年就是 有几位就是一名惊人 包括洪慈倩 洪大姐 包括洪舅 包括洪慈雍 那你讲的话 就是非常的有正义 非常的有力量 好 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根本不需要 听他在那胡扯就要去呼应他 而是要看我们政府 要拿出什么作为之外 不满菲律宾政府 竟然不甩台湾的调查团 洪家大姐洪慈倩再度炮火全开 痛批菲律宾 针对菲律宾调查报告 直指台湾渔船是坏人 洪慈倩要他们拿出证据 中海杀人杀渔民不是海盗吗 美国人不是很喜欢讲人权吗 今天如果他杀的是美国人 他会这样子说这样子的字眼吗 遗憾 就是这副铁娘子没在怕的姿态 父亲遭遇海上碟血遇害的第一时间 洪慈倩捍卫家人 强忍悲伤站出来 为死去的父亲讨公道 我爸爸被人家受伤 发生海上碟血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们的政府有什么作为 面对官员洪慈倩什么都敢说 甚至不怕得罪政府痛批外交部 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外交部 请你的脑袋跟身体不要移位 这样子的道歉方是你们外交部接受吗 身为大姐洪慈倩扛起责任 替洪家人出气 也为台湾渔民争取权益勇敢发声 老大姐 说这个话 这是你平时 我忽然之间就讲出来 还是说你有想过 没有 因为我那天是因为 他不是要开记者会 他不让他弄到一点多 很多人都在那边等 其实我也 那时候 我其实我也不抱 对他们抱着多大的期望 我也很早就去睡觉 隔天起来 我堂姐说他还在那边等到一点多 这样 我说你是吃饱没事做吗 就算有结果明天出来看 起来看也看得到 结果你看又没有什么结果 那你的 我就觉得说 你们身为一个外交部 也是说实在来 你们也念很多书 难道你们的脑袋瓜 是这么的不灵光吗 从我跟菲律宾的 我有跟他们的官员跟接触过 就是讲过话 我觉得说 我们台湾的官员 就是 他的 就是他最基本的就是 价值 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应该有的作为 你不作为 卑躬屈膝的 你是引菲律宾的薪水吗 还是菲律宾的部长 还是他们的官员 难道你连这种 你都分不清楚吗 你觉得那个不作为是 他们只想保护自己 还是把事情护衍过去吗 外交部应该有很多翻译官嘛 你外交部长需要去当 人家的翻译官吗 而且他才是一个 马尼拉铸台办事处的 处长 处长而已 你是部长耶 没错 我们不是都自私深 告诉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好的国家 比菲律宾还好 那你一个 台湾部长还去帮 那么不好的国家的处长翻译 你有没有搞错啊 那你对菲律宾这些官 你有什么观察感受 我觉得他们是蛮强悍的 就是在他们国家 应有的他们自己在这个位置上 他应有的态度他都拿得出来 包括他们一个小小的翻译官 他们叫礼宾官 他那个氛围他都掌握得很好 就是态度 我觉得是态度 比如说 我们之前有协调就是 要公开道歉这件部分 那文件 他们那礼宾官 他都要看得很仔细 怎样跟我们的外交部磋商 他那种氛围态度 就让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的官员 怎么都没有这样子啊 他才是一个小小的礼宾官 就是翻译而已 就是那种态度都很明确 可是我看不到 我们台湾的官员 有像人家这样子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新闻 新闻 事后不断的施压 这个渔情华然的时候 逼出了这个录影带 大家看到这个菲律宾的官员 竟然是对着洪巴巴这样开枪 那当时这个慈倩 你看到巴巴这样的时候 你的感受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VCR 对啊 这个就是5月9号的时候发生 早上9点多 那你现在看到开枪的 这些拿30步枪 M14 M16 就是他们的海巡队员 他们那个海巡艇上面 一共有8个人 还有一个指挥官 那你去看 其实有一幕 这个让人家看得很冷血 就是他卡蛋 卡蛋之后他竟然还笑 那你仔细看 其实呢 屏东第9只讲话 就是说从那到尾 广大信号跟他们的海巡艇 根本就是有保持距离 没有差 是他们一直追 而且他们还要强行 突然电跟绳索 想要登船 后来呢 是您的弟弟嘛 他才赶快要见苗头部队 把他赶快开走 但是再开了108枪 108枪 你说那随便乱射 也会有几枪中了吧 45枪中 那有一枪很不幸的 就是洪师辰 他就中了 其实慈倩 你们是没有让他们缩去 你知道吗 这有时候他们是要用缩的 就一方面给好处 他们有什么方法要来缩 私底下找民间的人 就是华侨 他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 他只是一说 他们有人要过来 我一直说 我们只是政府对政府 我不愿意跟私底下 跟你们任何华侨见面 因为我们只是想要解决这些